首先,no offense 我是比較斯文的一個男生 大家好,我是麥子淳,Jason 是DI運動及康樂管理學系講師 是FIVB國際排球聯會的教練導師 也是球會Victory的總教練 也是2017-2019年世界八學生運動會男子排球隊的主教練 也是前香港女子青少年排球隊的主教練 OKOK 好,現在生了,來吧 師徒? 左手的 葵青的 哦,對銅 對文 這個是Ling 這個是Mee 這個動作似是美琪 這個動作似是美琪 哈哈哈哈,這個是墨丸 哈哈哈哈 哦 最新的世界排名 香港男女子青年隊大概就是七十幾八十 其實香港打排球的氣氛是挺好的 小學 中學 大部分的學校都有校隊 以香港的排球發展 看,初學的階段其實都有很多機會 但到了他們中學畢業之後 少了很多機會去接觸 香港現在其實在那個基層的排球發展 那裡還要多些功夫 包括做很多平民的推廣 比未必是打一個很高水平的一些青少年 可以接觸多些這個運動 其次我會覺得精英水平的角度看 比較缺乏場地 大部分的甲組球隊 都未必有一個很穩定的場地去做訓練 那最後呢也是 大家普羅大眾 未必真的想參與排球 但是他很想享受排球 打開可能是他去看球 他去支持他的球隊 球賽的推廣 或者球隊本身自己的一些推廣 其實都未營造到一個氣氛 一些球隊會有他的球迷 球迷是會想入場去看球 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個角度那裡 再推動多些的話 相信是會很正面地影響整個發展 當多些人有興趣看的時候 那就自然可以有機會推廣 推廣之後就有機會有贊助商 然後我們有資源 其實就可以做多很多其他的工作 我16歲左右 第一次接觸教練的工作 當年我是在傳媒青年空間 擔任一個籃球的教練 小朋友應該都是小學生 我又說不上我當時是一個教練 可能是一個陪他一起玩的導師 但是在過程裡其實我也挺享受的 我很開心是看到他們很開心地玩 很享受整個課程 當時我已經挺喜歡去規劃那個學習 究竟怎樣可以令他學得快些 怎樣他可以拍到球 怎樣可以傳到球 在大專的時候就遇過兩次比較大的受傷 受傷的時候打不到球 那就唯有教球 那教球也是我其中一個可以投入在排球 這一個運動的一個方法 在一個過程中學會怎樣去分享 讓他們可以成長 或者學習 大專後的階段 教球的時數都很多 是慢慢地覺得很愛上這一點 我喜歡把我所有的東西分享給其他人知道 因為當我分享到之後 尤其是當見到球員的成長 或者他有改變的時候 那個喜悅 我暫時真的找不到別的地方 就能得到滿足感 小時候都很幸運 因為家人都很支持我做運動 基本上我玩什麼運動 他們都不會反對 其實在我小學 我是打乒乓球 都有去考快章 打比賽 高小的階段 就開始接觸到羽毛球 羽毛球是一個我自己挺喜歡的運動 比賽的時候又有些獎項 或者學界的時候又好像有幾好成績 其次就是我覺得自己在球場裡面 可以控制所有東西 無論是戰術 或者打球去哪裡 或者我要怎樣去應付對手 其實在羽毛球場裡面 我是可以充分地發揮到 後來上中學 當時中學其實那個排球氣氛挺好的 挺有趣的 就是一般學校會以女排為主 我學校沒有女排 只有男排 女生會去打籃球 排球一直在我的生命裡引領著我 在我不同的階段 其實排球帶了不同的東西給我 中學的階段 排球帶給我很多自信 讓我建立到做事的一些信心 我自己讀書一般 比如在學業那裡 我是拿不到這些滿足感 大學的階段 也能接觸到不同的同學 或者有些不同的隊友 可以確闊我自己的視野 認識到多些不同的朋友 當中也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包括究竟怎樣跟別人相處 或者我們溝通是怎樣 甚至乎 我覺得排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永遠都不可以自己一個人打完所有東西 排球我就算多厲害 我都一定要跟別人合作 學會怎樣跟別人合作 學會怎樣在一個團隊裡發揮大家的長處 開頭的階段 我只是覺得很新鮮 我自己本身對於足球的感覺是一般的 我是比較斯文的一個男生 所以在小時候我會覺得 踢球好像比較粗魯 還有可能在街場見過很多男生 他們周圍散球 令我其實有點害怕 所以後來就去打排球 第一句就說 不可以踢球的 不可以踢排球的 那我就安心一點 女生呢 我們會 born to fight 男生呢 就是Fights to Born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我們大隊的過程 的Team Sport裡面 其實女生是需要先維繫了那個關係 他們就會向著目標去進發 那男生很不同的 男生呢 他有比賽 他就自己會慢慢地向著比賽努力 跟著呢 整隊Team就會形成出來 溝通是很不同的 我們跟男生去溝通的時候 很多時候真的會比較直接些 女生呢 就要照顧多一點點他們的想法 我會覺得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 每一個人都是很獨特 每一個人在他自己的範疇裡面 其實都是專家 但是我很希望看到 大家青年人呢 可以 除了自己很厲害的範疇之外 都可以嘗試一下自己不厲害的範疇 讓自己可以有多些不同的經驗 讓自己嘗試失敗 因為這些經驗呢 一定可以幫到你自己去發揮你的專長 雖然我一個排球教練 但是排球教學裡面的內容 或者安排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在其他的運動項目那裡學回來 所以在我們發展自己的專長之餘 其實都不要介意去嘗試多些其他的東西 讓自己的眼界確闊多些 也都會對你自己的興趣的發展 會有一個幫助 足夠的 Schlosser 牽轍包球 攬武球 砍武球 教球 防 Clinton 華麗地說要求大投球 藍牌旅 secretary 這個感動